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棉花糖实验 它的副标题是自控力养成圣经 这是一本让你认识自控力实现自控力的书 在20世纪60年代 有一个关于自控力的很有名的实验 就叫棉花糖实验 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就和这个实验有关 棉花糖实验得出的结论 应了我们一句老话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实验证实了 一个人小时候的自控程度 跟他长大后的成就是正相关的 也就是你小时候自控力越好 长大后就可能更成功 你可能想 哎呀我小时候自控力不强啊怎么办呢 别急 这个棉花糖实验可以告诉我们 怎么去提升自己的自控力 让人生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棉花糖实验的发起者 他叫沃尔特米歇尔 是美国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 在人格的结构和发展 自我控制等多个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他曾经两度获得美国心理协会 临床心理学组颁发的杰出科学贡献奖 米歇尔曾经在斯坦福大学任教21年 棉花糖实验就是在斯坦福大学附属的一所幼儿园里进行的 当时呢米歇尔和助手用棉花糖饼干棒来测试孩子们的自控力 他告诉孩子们 他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马上吃掉桌子上的食物 二是等一会儿再吃 那么他们就会获得双倍的奖励 也就是两个棉花糖 结果呢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孩子 成功地控制了自己的欲望 得到了奖励 这个实验前后一共有653个孩子参加 而后来 米歇尔在对这些孩子的持续跟踪当中发现 那些当时能够得到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 在他们后来的学习工作 甚至是身体健康上都有更好的表现 比如实验中等待时间越长的孩子 在SAT 也就是美国的高考当中成绩越高 同时呢 他们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也越强 而在人到中年的时候 等到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 也有较少的肥胖和烟酒成瘾等问题 这个实验因为揭示了一个人幼儿时期的自控力 与未来个人成就之间的关系 所以从诞生到今天 都引起了大众非常广泛的讨论和关注 可以说是火了半个世纪 而这个实验的发起者 沃尔特米歇尔 也因此被称为自控力之父 有趣的是呢 米歇尔本人却不是一个自控力很强的人 他曾经凌晨打电话给学生 询问最新的数据分析进展 但其实任务是当天刚刚布置下去的 另外呢 他还曾经是个老烟枪 也正因为如此 米歇尔自己说 我自身性格急躁的缺点和对自控策略可习得性的发现 促使我愿穷尽一生钻研于此 而最终 他确实也运用自己的研究所得 成功地戒掉了烟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棉花糖实验 就是米歇尔关于自控力最重要的著作 接下来我就从四个问题入手 为你解读这本书 第一 自控力是天生的吗 第二 关于自控力 我们有哪些误解 第三 培养自控力有哪些具体的策略 第四 在家庭教育中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控力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问题 自控力是天生的吗 棉花糖实验之所以能够吸引这么多的关注 是因为这个实验从幼儿身上 看到了早年的延迟满足能力 与未来成就之间的关系 所谓延迟满足 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忍耐 它指的是 为了追求更大的目标 获得更大的享受 可以克制自己的欲望 放弃眼前的诱惑 也就是说 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延迟满足 决定了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自控 从而完成人生目标 米歇尔的发现让人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孩子在幼儿时期就具有延迟满足的能力 而另外一些孩子却似乎没有这个能力呢 米歇尔认为 我们的自控力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 共同塑造的结果 首先呢 他承认 我们每个人的基因状况受先天影响 确实是有所不同的 而先天基因会影响到我们的气质和性格 比如是开朗还是内向 慢性子还是暴脾气 但同时呢 研究发现 后天环境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因的表达 从而重新塑造 甚至改变我们的外在气质 在所有影响我们的环境因素当中 米歇尔发现 有五个因素尤其重要 他们决定了一个人是否具有良好的自控力 这五个因素呢 分别是年龄 性别 压力 自控策略和家庭教养方式 好 我们先来看看年龄 在棉花糖实验中 大多数不满四岁的孩子都不能延迟满足自己的需求 而60%的12岁孩子都能够等待长达25分钟 性别是另外一个影响因素 由于在不同的成长阶段 男孩和女孩会展现出不同的喜好 所以呢 孩子自控力的强弱 很大程度上受诱惑物的种类影响 比如呢 女孩对娃娃和化妆盒更感兴趣 而男孩对刀剑枪和变形金刚就完全没有抵抗力 但假如诱惑物的吸引力相当 女孩比男孩更能抵御诱惑 另外呢 压力也是影响自控力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米歇尔认为 对于短期的压力 人是可以适应的 但压力如果一直持续下去 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状态下 这不仅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害的 甚至可以说是有毒的 因为长久的压力会损害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 而前额叶皮层负责控制冲动 也就是说 过大的压力会在无形中损伤我们的自控力 第四个因素是有效的自控策略 在棉花糖实验中 有些孩子成功等到了第二颗棉花糖 他们非常聪明地使用了一些小策略 比如有的孩子创造了一些小曲子 或者做做鬼脸儿 挖挖耳朵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有的孩子呢 想象放在自己面前的是图片 而不是真实的棉花糖 而自己没有办法去吃一张图片 另外呢 还有一些孩子把棉花糖想象成了天上的云朵 这也降低了棉花糖的诱惑 让他们可以等上更长时间 第五个因素是家庭的教养方式 每个孩子在刚出生的前几个月 情绪都非常的脆弱敏感 需要妈妈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呵护 这个时候聪明的妈妈 一方面会给孩子的情绪足够的关注 另一方面呢 她也会适当地教孩子 把注意力转移到别的事情上 妈妈如果经常这样做 可以让孩子学会自我转移 学会冷静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培养孩子的自我控制 相反呢 如果妈妈的教养方式过于强势 是孩子过于依赖妈妈 孩子自控能力的发展 反而会因此被破坏掉 好 这就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了自控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年龄 性别 压力 自控策略 以及家庭的教养方式 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自控力 听到这里呢 你可能会松了一口气啊 还好还好 自控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和调整 来实现自控力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 也会问 我已经尝试了很多次要自我控制 要约束自己 但都失败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米歇尔告诉我们 做不到自控 很可能因为是你误解了自控 我们在这里呢 重点介绍三个对自控力的常见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 自控能力与性格是没有关系的 通常情况下呢 我们会把自控能力与意志力 个人努力程度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 很少会去想 自控与性格会有什么关系呢 但事实上 自控力的强弱 其实跟个性的关系非常大 总的来说呢 自信的人比自卑的人更容易自律 举个例子说 如果你工作上取得了很好的进展 你会把它归结为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还是仅仅是运气好而已 如果说你收到了一件礼物 你会认为是朋友喜欢你 还是恰巧他只是喜欢送礼物而已呢 如果你的归因是前者 认为好的成绩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朋友送你礼物呢 是因为喜欢你 你会更愿意通过努力去获取一个好的结果 因为你会发现自己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相信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想要的目标 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信 自信的人因为相信我可以改变现状 所以更愿意为了获得更好的目标而自我控制 就像在棉花糖实验中 只有相信自己的等待 一定能获得第二颗棉花糖的孩子 才更愿意去等待 第二个误解是 自控与情绪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大家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定了一个计划 本来呢也打算严格执行 可是因为心情不好计划泡汤了 比如啊 明明明天一早就要交报告 但是因为心情不好提不起工作的兴趣 啊还是先看两集电视剧吧 又或者呢 明明规定自己晚饭之后不再吃零食了 因为心情不好就偶尔破个力吧 所以呢 在实现自控的过程中 我们情绪的好坏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生活中很多自控能力强的人都很懂得管理情绪 他们懂得处理愤怒抑郁等等不良情绪 使自己保持平静积极的状态 这样呢 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计划 所以要想提高自控力 让自己保持好心情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个误解是 自控力太强容易没有朋友 很多人一想到自控力很强的人 脑海里都会有这样一些印象 觉得这些人缺乏生气冷冰冰的 似乎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 哪里还有时间交朋友 其实呢 这是一种错觉 真正聪明的自控者 他们每天的日程里一定不只有任务 他们还会把社交 娱乐等等列入计划中 因为过度的自我控制会让人精疲力竭 只有保持工作 生活 娱乐的平衡 自控才能做到张弛有度 也才能够更长久 所以呢 他们不仅拥有社交和娱乐 还因为能够更有计划 更有效率地完成工作 或者是学习任务 会比一般人玩得更酣畅 更尽兴 而且呢 好的自控力还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维持关系 比如自控力强的人 在生气的时候 能迅速冷静下来 采取更合适的方式去应对 从而保住一段关系 而自控力差的人 更容易因为常常感受到愤怒 沮丧 说了不该说的话 做了不该做的事 从而毁了关系 好了 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部分内容 我们知道了 很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做到自控 是因为对自控力有一些误解 让我们对自控静而远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进入第三个问题 究竟有哪些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 可以高度自控的人呢 米歇尔提出的核心策略是 抑制热系统 激活冷系统 听起来有点玄乎 这个热系统呢 指的是我们大脑的边缘系统 它位于脑干顶部 脑皮层的下方 控制着人类对生存需求的 本能冲动与情绪 包括恐惧 气氛 饥饿和性行为 热系统代表了一种生理冲动 比如我们饿了要吃东西 困了要睡觉 遭受到攻击 会反击或者逃跑 都是在热系统的作用下 所产生的本能反应 热系统是无意识的 它要求及时满足 而且是可以不计后果的 热系统的好处 是赋予了我们热情 让我们对食物 性和快乐有所渴求 在棉花糖实验中 它鼓动着孩子们 渴望吃到第二颗棉花糖 同时也使他们难以忍受 等待的煎熬 我们再来说说冷系统 冷系统位于我们大脑 前额叶皮层的中心位置 它具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复杂 有认知能力 并且具有反思能力 它比热系统反应要慢一些 但这个系统是可以控制的 它会规范我们的思想 行为和情绪 能够有效阻止 不太恰当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虽然有困了 就要睡的本能 但在课堂上或者听报告的时候 我们会意识到这样的行为 是不恰当的 也会去适当的控制一下 同样的在棉花糖实验中 那些等待时间更长的孩子 会把棉花糖想象成图片 或者是云朵 通过这样的方式 降低棉花糖的诱惑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冷系统在工作 如果大家觉得不是特别好理解 也可以简单地把热系统理解为感性系统 冷系统理解为理性系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自控的过程 其实就是尽量动用冷系统的控制过程 尽量抑制热系统的本能冲动 从而做到延迟满足 实现既定目标 从这个核心策略出发 米歇尔提出了实现自控的五大具体策略 第一个策略叫 如果那么策略 什么叫如果那么策略呢 简单来说 就是当诱惑出现的时候 用一个冷系统思考得来的策略 去抵御热系统想要及时满足的欲望 比如说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这样一些简单的规则 如果过了下午六点 那么我不会再吃甜点 如果早上七点闹钟响起 那么我立刻起床读英文 如果现在是周一的上午 那么我会用这个时间来制定一周的工作计划 通过一定时间的练习 你就能在如果那么之间 建立起一些自动化的链接 比如当下午六点 早上七点这些时间点出现 你会本能地去做相应的事情 起床读英语 或者是不能再吃甜点 这种链接一旦形成 就会像睡前刷牙 饭前洗手一样自然 而不需要再付出额外的努力 另外呢 如果那么计划 不仅在暗示外部环境时有效 在暗示内部心理环境的时候 也同样有效 比如呢 你可以给自己设定 如果我感到焦虑 那么我会立刻上跑步机 跑五公里 或者是如果我感到孤独 那么我会立刻去看一部电影 通过这样的简单设定 会对自己的情绪管理起到很好的作用 第二个策略是运用执行功能来实现自控 在冷系统当中 有一个叫做执行功能的部分 对自控力至关重要 这是一种让我们深思熟虑 并有意识地对我们的思想 冲动 行为和情绪 加以控制的认知能力 运用执行功能可以分为三步走 它们分别是明确目标 转移注意力 抑制冲动反应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怎么运用执行功能呢 举个例子 你正在准备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 而你的偶像有一部非常火的电视剧在热播 你首先需要提醒自己 如果我现在去追剧 就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 考出一个好成绩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步 明确和牢记目标 其次 你需要一点策略 去躲避诱惑 转移注意力 比如说 尽量少地打开电视 不去关注娱乐网站上 关于偶像热播剧的信息 最后呢 你还要学会抑制一些冲动性反应 在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结合我们之前讲到的 如果那么策略 来建立固定的链接 去抵御诱惑 比如 我们可以这样设定 如果我想看电视剧 那么 我就学习十分钟 通过这样固定的设定 来起到抵制冲动的作用 提高自控力的第三个策略 是增加心理距离 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自控力就会降低 比如 为了一点小事发脾气 或者控制不住地大吃大喝 的确 情绪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自控力的 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需要和事件 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 来让自己冷静下来 具体怎么做呢 米歇尔为我们介绍了 一个自我疏离的方式 所谓自我疏离 是我们在面对难题的时候 不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 像祥林嫂一样 一遍遍的复述事情始末 和自己的不幸遭遇 而是想象自己 是墙上的一只苍蝇 以第三者的角度 也就是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来描述整件事情 并且理解自身的情感 米歇尔介绍了一个实验 在这个实验中 所有参与实验的背试 都曾经被亲密的人抛弃 或者是背叛过 实验者把它们分为两组 一组是自我沉浸组 他们被要求 从自己的视角出发 去描述所经历的事情 另一组呢 叫做自我疏离组 他们被要求 以一个粘在墙上的苍蝇的视角 来描述整个过程 实验结果发现 在自我沉浸组当中 大部分人表现出非常激烈的情绪 有一些关键词 比如愤怒 受害者 伤痛 耻辱 被欺骗 被抛弃 不被欣赏等等 会非常频繁地出现在 他们的表述中 而在自我疏离组组中 被试的反应 没有那么情绪化了 也不会表现得那么自我为中心 反而能够更加理性地 客观地看待问题 自我疏离的策略 之所以能够帮助我们 有效地疏导情绪 是因为 当我们尝试 从糟糕的事件中 抽离出来的时候 紧接着会带来 对事件的重新审视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实际上启动了 冷系统的理性思维过程 这个过程 能够降低热系统的活跃度 让我们可以有机会 用更客观 更理性的视角 来评估我们经历的事情 这个策略 我们在生活中 也常常可以用到 举个例子 你刚刚做的策划案 被领导否了 并且还被领导骂了一顿 这个时候 如果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通常可能会越想越气 比如 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委屈 昨天好不容易通宵 才赶出了方案 领导却一点也不体谅 还有呢 即使不满意 领导的态度也过于激烈 为什么就不能好好说呢 但是呢 如果你想象自己 是墙上的一只苍蝇 静下心来 你会看到更完整的故事 首先 你通宵 是因为白天跟朋友出去玩 到了晚上 才不得不连夜敢策划案 因为时间紧 质量上确实不尽如人意 另外呢 领导带着整个团队拼业绩 最近压力也非常大 所以呢 态度也不好 通过这个过程 你会发现 自己热系统激起的愤怒 委屈等等情绪冷却了很多 这个时候 冷系统便可以开始工作 集中精力解决解决问题 而不是纠缠在不好的情绪中 当然了 你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任何物品或者人 而不是墙上的苍蝇 比如说桌子上的一只杯子 一个布娃娃 或者是你喜欢崇拜的人 从他们的角度去看问题 第四个策略是增加时间距离 这个策略就是让我们把未来具体化 通过在现在与未来之间建立更加清晰的链接 来提高自控力 举个例子 如果不考虑未来 我们不会想到要储蓄 要养老这些事情 所以就会更加随性地花钱 成为月光族 但是如果我们具体地来规划下自己的老年生活 现在的挥霍与老年的拮据之间建立起链接 我们就更可能控制自己现在的消费 另外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米歇尔曾经成功戒烟 用的就是增加时间距离这个策略 他说从少年时期开始抽烟 大约一天要抽三包烟 还要再吸一烟斗散装烟 有时候还不尽兴 需要再加一支雪茄 可以说烟瘾非常重 他多次尝试戒烟 但都失败了 直到有一天 他在医院的走廊上 看到了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老烟民 老烟民空洞的眼神 垂死挣扎的画面 在他心里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个画面让他联想到未来的自己 从此以后 他只要想抽烟 这个画面就会浮现在他眼前 所以为了避免以后变得跟老烟民一样 他终于成功戒烟 生活中我们可以刻意地建立 现在的行为与未来的自己之间的链接 比如想象自己如果不锻炼 五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如果不努力拿到职业资格证 十年以后自己在职场上的价值 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想象越具体越生动 越能够起到激励自己的作用 为了未来更好的自己 我们会更加自控 第五个策略是改变认知 简单来说 这个策略就是你要相信 你能控制你自己 控制自己要靠意志 意志力的作者著名心理学家 鲍麦斯特认为 意志力是一种很容易在短时间内 被耗尽的资源 耗光了就没有意志力来自控了 比如说吧 当你把意志力放在一件 特别费事的事情上的时候 比如啊 努力控制自己一个下午都不要吃甜食 就没法控制自己专心工作写报告 不要刷网页 因为你的意志力全用在 让自己不要吃甜食上了 听到这里啊 你可能感到沮丧了 我就这么多意志力 用来控制了这个就不能控制那个了 别急 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 提高自控力关键在于自我认知 说白了呢 就是你认为自己的自控力很强 它可能就真的很强 斯坦福的研究团队追踪了大学生 在期末考试期间的行为 发现在压力巨大的考试期间 那些暗自认为意志力无限的学生 比自认为意志力有限的学生表现得更好 有报告就显示 这些认为意志力有限的学生 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呢 通常呢会控制不了自己 去吃更多不健康的食物 他们的拖延现象也更严重 另外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 有些人在忙碌了一天或者一周之后 选择休息的方式不是睡觉 而是冲向健身房 或者是躲在化室待上整整一天 这些原本需要消耗意志力的活动 不仅不会让他们感到疲惫 反而能够让他们满血复活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些事情让他们感到愉快 是他们打心理想要去做的 所以并不会觉得耗费精力 也就是说 如果你做的事在别人看来很困难 但是你做的时候 却像打了鸡血般兴奋 事实上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根本无需动用意志力 所以调整自己的认知 认为自己有能力做到 本身就是实现自控力很重要的策略 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讲完了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内容 培养自控力有五种策略 它们分别是 如果那么策略 运用执行功能 增加心理距离 增加时间距离 以及改变认知的策略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 自控力是可以被培养的能力 而自控能力的强弱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我们未来的成就大小 很多正在听这本书的家长朋友 可能会问 我可以做点什么 来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吗 答案是 当然可以 接着呢 我们就进入到第四个问题 在家庭教育中 如何培养孩子的自控力呢 除了前面提到的 在早期教育中 学会教孩子 适当的转移注意力以外 作者还给出了四个 更为具体的建议 第一个建议 帮助孩子认识到 自己的每一种选择 都会带来一种结果 比如 如果孩子认识到 如果我礼貌待人 别人就会礼貌待我 为了这种好的结果 他会努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做到礼貌待人 同时呢 如果孩子认识到 如果不写作业 就会被老师批评 为了不被老师批评 他会自然地约束自己 好好写作业 家长要做的事情 是将两种选择 两种结果 都呈现在孩子面前 让孩子自己去选择 而不是帮助孩子来选择 第二个建议呢 创造让孩子 走向成功的环境 无论孩子是学习弹钢琴 还是玩玩具 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 自己可以做成某件事 而不是家长亲自插手 去帮助他们完成任务 当孩子一点点 看到自己成功 他就会形成一种 我可以 我就是能的内部自信 这种信念会成为 他一生的能量 让他感受到 哪怕遇到困难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 或者是通过改变策略 寻求新的解决办法 来使得问题得到解决 这种对未来的美好预期 会让他更愿意去自我控制 以换取可以期待的 更长远更好的结果 第三个建议 帮助孩子形成越努力 收获越多的思维模式 当孩子全力以赴地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父母就可以给他鼓励和表扬 而不是在看到结果的时候 才夸他 你真聪明 因为这样做 孩子会把我能做好这件事 这个信念 更多的和自己的努力 更多的和自己的努力联系在一起 而不是归功于天赋 智力这些先天因素 孩子越多的意识到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获得更好的结果 就会越愿意去付出更多的努力 最后一个建议 父母要以身作则 父母的行为是孩子学习最初的模板 比如 父母如何处理压力 沮丧的 或者是在对待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父母是为了目标不断努力呢 还是稍微遇到点困难就放弃 这些都会刻在孩子的心里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孩子是一个自控能力很强的人 你最好自己先做到自控 因为孩子会自然而然的从你身上学习到这种能力 到这里啊 棉花糖实验的主要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现在呢 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本书 第一 自控能力不是天生的 它是先天基因和后天的社会心理环境 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心理因素当中 有五个因素特别重要 分别是年龄 性别 压力 自控策略和家庭教养方式 第二 很多人做不到自控 不是自控能力太差 而是对自控有误解 认为自控力和性格无关和情绪无关 并且想当然的认为 会因为太自控而失去社交和朋友 第三 我们介绍了自控力的五个具体策略 分别是 如果那么策略 运用执行功能 增加心理距离 以及调整认知来提高自控力 这五个策略都围绕着一个核心策略 就是抑制热系统的冲动 激活冷系统 第四 对于关注如何培养孩子自控能力的家长 他们可以帮助孩子认识到 自己的每一种选择都会带来特定的结果 培养孩子越努力收获越多的思维模式 同时呢 家长以身作则 陪伴孩子感受成功 都能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自控能力 对任何人来说 自控力都不是奢侈的 无法获得的 但是 只要你能够正确认识自控力 掌握一定的自控策略 就可以提高自控力 从而完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也重愿你的人生 因为自控力更加精彩 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好 棉花糖实验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在以后 所以 在以后 所有必要识 唯一听 我部Here 掌握 阻挡 这 你 我 识 不是 Dit 收 唯